俄罗斯为维护其大国海军地位,一直扬言建造核动力航母,可惜其言论没多少人相信,更赢得西方笑话,为何以西方笑话?原因很简单,俄罗斯造船工艺压根完成不了这个任务。 如今俄罗斯明白过来了,已建造一款二万吨战舰,两栖攻击舰,俄罗斯已在未来数年内的装备发展项目中,列入了两艘两栖攻击舰的内容。 俄两栖攻击舰,有关新舰的设计方案已于2017年公开,当时称为普里伯一级,大体设计来满载两万三千吨级,圈长约二百米,采用力燃气轮机动力,最大航速二十节,续航力为六千海里。 整体设计明显与法治西北风级相似,毕竟俄方获得了有关的全部资料,主要是根据俄方的需求进行改进,主要是适合含蓄使用,以及加强舰占火力。 从公开的模型看,该极限采用直通式飞行甲板,一共设置了七个直升机起降点,可搭载十二架直升机,可以运送九百名左右的人员,以及约六十两个行车辆,配备了多艘小型登陆艇,另有六艘袭击小艇。 这个方案不错,也是合约俄罗斯海军目前的实际需求,西北风级,俄造船工业级变在全盛时期,也不善于设计与制造两栖舰艇。 更不要说两栖攻击舰,连设计都没有过,本世纪初时,俄罗斯意识到对两栖攻击舰的需求巨大之后,没有自己设计,压根没什么经验,最终选择向法国订购了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。 可惜最终让埃及占了便宜,如今算是通过与法国合作,拿到设计资料了,中国国产航母一海市,如今俄罗斯在时隔三十多年,才开工建造自己的第一款二万吨战舰。 这其中的难度绝对不低,现代俄罗斯造船工业,仅仅是原苏联造船工业体系的一小部分。 主体部分在今天的乌克兰,原本就谈不上什么强大,随后又在相当场的时期内,自我荒废,早已设备成就,人财流失严重。 在无息日的辉煌,俄航母无后记者,紧扣俄方自己要完成这一工作太难了,如果要败源的话,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。 毕竟中国造船工业已兴起了,也许不敢言世界第一,但是俄方已经被中国揣出去几条街,已经是事实了,也许俄罗斯方命运优先考虑一下,如何求中国帮助吧。 在两栖攻击界方面,中俄合作的可能性相当大,难度也不高,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的态度如何,而是俄方愿意求人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